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处理器只有iPhone 16 Pro系列才会搭载 海通国际科技研究分析师Jeff Pooh在其最新的产业报告中透露 苹果以为即将于今年9月发布的iPhone 16系列做好了准备 该系列将搭载全新的A18 Pro芯片 此外 苹果还计划为这款芯片引入专属的AI人工智能功能 以及升级版的神经引擎技术 为确保新机的顺利推出 苹果已提前这手提升A18 Pro芯片的产量 Jeff Pooh分析师还指出 从相关供应链产业发现 A17 Pro的产量自2月份以来已经稳定 而Apple A18芯片需求将会有明显提升 调查报告显示 苹果的A18 Pro处理器会搭载6核心GPU 相较于A17 Pro将具备更大的芯片面积 这是为了更强的AI运算而准备的 当A18 Pro处理器芯片面积提升 相对能够容纳更多的晶体管数量 同时还能提升性能 由于A18 Pro主要是采用高强度运算设计 不管是存储器或固态硬盘也都要跟着升级 在高速运算过程容易产生高耗能 必须替散热规格提升 否则会影响能源效率转换和散热问题 因此苹果不得不在iPhone16推出前 替A18 Pro设计一个能够改善散热的解决方案 说真的苹果确实要考虑一下A18 Pro的功耗了 A17 Pro表现非常的一般 拉垮到说不上 但大家买苹果就是冲着A处理器和系统去的 这个不做到最好有点难说的过去了 至于AI人工智能边缘运算 是指将人工智能模型和算法部署到设备或服务器上 以便在本地进行实时或接近实时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这样能够直接透过手机离线处理复杂了人工智能运算 而不用依赖云端服务器 能够减少网络流量和提高安全性 隐私权与可靠性 总的来说A18 Pro的升级方向 将会是性能提升 功耗优化以及AI方向 说完A18 Pro 接着来聊一下iOS 18 此以前 iOS 18被彭博社记者马克·古尔曼瑞平 有望成为iPhone历史上最大的系统更新 据称 iOS 18有望在用户界面方面进行改透画面 菜单 内置应用程序 Sephar等都将以全新的设计进行更新 在前几期视频 Jeffrey已经介绍过 重磅更新分别有RCS消息 空间视频 以及AI大模型加持的Siri 2.0 不仅如此 苹果还打算为iOS 18 带来类似于Vision OS操作系统的设计元素和UI修改 苹果已经在TV OS 17.2更新 引入了一个新的浮动侧边栏 并将其设置为半透明 就像在Vision OS中一样 在iPad OS 18中 此菜单有望取代现有菜单 出去上述已经爆料过的更新点 近日又有两个新料爆出 各个都和我们用户有切身关系 第一个 是iOS 18的高度定制化 敬意 腾博社马克·古尔曼表示 iOS 18将带来对iPhone主屏幕的更新 并将使其更加可定制 这就意味着 苹果iOS 18将使iPhone用户 能够更好地控制主屏幕APP图标的排列 据称 用户将能够在iOS 18上更自由地排列图标 但为了确保一定的一致性 APP图标依然会保持锁定在主屏幕的隐形网格系统上 例如在APP图标之间创建空白 航核类的功能 这一功能在安卓手机上并不显见 但苹果手机始终保持着自动填充和对齐的传统 当前iOS系统的主屏幕应用图标只能以固定的方式自动排列 虽然用户可以拖动图标更换先后顺序 但用户无法自由摆放图标位置 其实 自iOS 16以来 iPhone用户已经能够自定义锁屏界面 添加小组件 和重新排列主屏幕页面 但用户显然希望能对自己的主界面拥有更多定制化权限 消息来源称 iOS 18更新将为主屏幕引入额外的自定义选项 可能是这几年来最大的主屏幕变动 这么一来 好多强迫症用户终于能舒服了 另一个 则是苹果的AI技术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苹果公司正与百度就提升成 使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合作洽谈 这可能是为了满足中国地区iPhone用户的人工智能需求 据称 苹果的内部计划将比竞争对手的计划更加保守 而且苹果公司仍在研究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功能处理隐私问题 这或将导致苹果最终决定放弃与谷歌等其他公司合作 在iOS18中提供声称是AI服务 不提供聊天机器人等AI功能 之前有消息称 苹果公司就与iPhone中内置谷歌Gemi9人工智能引擎 同谷歌进行谈谈 以允许Gemi9为今年苹果iPhone软件的一些新功能提供支持 据称 苹果最近还与OpenAI进行了讨论 并考虑使用其模型 在和第三方机构商谈合作机会的同时 苹果也在研究自己的AI大模型 并且发表过相关论文 目前 苹果尚未与任何生成人工智能提供商敲定交易 谈判上在进行中 预计将在6月份之前达成一致 在最新爆料中 我们看到了一份完整的iOS18兼容机型名单 兼容名单与iOS17类似 支持iPhone X2等老机型 也就是说 苹果丁则户门也可以通过版本升级体验到全新的AI功能 但老机型升级iOS18能带得动AI吗 众所周知 AI对运行算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尤其是断侧大模型 不仅考验手机的处理器 更考验手机的运行内存 即使老机型能正常使用云端大模型 但在使用部分端侧应用时 必然会因为硬件落后导致体验不佳 目前还没有任何例子能证明 升级iOS18会拉爆老机型的硬件 导致体验感还不如旧iOS版本 但Jeffrey建议老机型用户慎重考虑是否升级系统版本 毕竟新系统的各项新功能对于旧硬件而言还是颇具压力 而拿着新机型的用户自然是不用担心了 苹果为了给AI大模型提供硬件方面的支持 已经开始了提前布局 比如iPhone 15 Pro系列的机型所搭载的A17 Pro芯片 其NPU算力达到35Tops 前面已经提到最新消息称 苹果正计划对A18 Pro芯片进行调整 将通过设计更大的芯片面积 以支持设备上的AI功能 如果消息属实 那搭载A18 Pro芯片的iPhone机型或许将区别于其他机型 拥有独享AI功能 2024年对苹果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iOS18承载着苹果AI手机的希望 但就目前曝光的AI应用而言 苹果AI似乎还差点意思 只能期盼苹果将擅长的生态打法融入到AI应用中 让iOS18成为愿景中的 有助于管理日常生活的人工智能工具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你觉得iOS18能拯救目前在AI上落伍的苹果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